你到底在说你的手机很厉害还是说什么很厉害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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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回去看 我把一些答案帮你做一些修论 如果你对那个答案有意见 有疑虑 或有不懂的地方 我们下个礼拜三 我们来讨论 等一下我会指定这一章的作业 在这个作业里面也一样有部分的题目 需要各位去做仰报化学反应式的一个平衡 那这个平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一个高中来讲 在高中来讲 哦 仰化还原就到此为止 好就到此为止 不会再进入到计算的一个 好 我们今天要来看仰化还原的应用 其实当我们讲仰化还原的时候 就牵扯到一件事情 所谓自发性的氧化还原或非自发性的氧化还原 当我们要谈自发性氧化还原 跟非自发性氧化还原的时候 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放在所谓的电池上面 当我们开始要讲电池的时候 就必须要先讨论到所谓的化学电池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讲化学电池的问题的时候 有几个名词、名称要先把它弄清楚 因为这几个名称很可能会让你看题目的时候 或去思考某一个事情的时候 会产生误解 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化学电池 这个各位在国中阶段都已经接触过的东西 那这边有一个硫酸铜的溶液里面挂了一块铜板 这边不管是水也好 或者说其他的硫酸新的溶液 或者其他新的溶液都可以 这边挂了一块新板 那按照我们以前所讲过的 新的氧化电池会高于铜 铜是正的、铜是负的 在这种状况下面 这就会产生所谓的自发性的氧化还原反应 所以铜它会变成银离子 然后释放出两个电子 然后这两个电子就循着这样的回路 一直到铜这边过来 然后铜这里面的铜离子 铜离子就会接受到两个电子 还原成铜 所以说铜就附带在这个铜板上面 那在我们在国中的时候 曾经看过一个东西 就是 这里面是融铜的铜铜 있죠 然后呢 我这边呢 放了一块银片 然後另外呢 我放了一塊銅片 然後我用兩個導線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電子應該會循這樣的一個銅鏡過來 然後這邊銅就會附在這個銅上面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會產生一個狀況就是 這邊的銅離子 因為這邊新出來的時候 它的電子馬上這個銅就要上去了 就會造成所謂的轉路 所以這樣的狀況不是說 不可以有自發性的氧化還原 但是當我們把銀橋加進去以後 這樣的一個反應就會比較順一點 那銀橋的話原則上都是硝酸甲這種 中性的銀類 然後這邊因為會產生新離子 所以硝酸根就會往這個地方移動 然後呢這邊呢 因為銅離子 銅離子都跑掉了 所以說這邊為了電核的平衡 跟假離子會往這邊移動 這樣的話會使得這兩個系統 它的那個整個的一個電視能夠整個做一個平衡 這個裝置其實並不是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重點 而是這三個名詞 而是這三個名詞 仰化是陽極 但是它是負極 還原是陰極 它是正極 這六個名詞 這六個名詞之所以麻煩 是因為說 我們知道這邊是負 這邊是正 所以電子是由負到正 電子流是由負到正 電流是由正到負 對不對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一個認知 但是當我們講陽極、陰極的時候 就很麻煩 所以各位可以記這一個問題 陽極跟氧化 隱瞞相 一個氧化就是陽極 那還原就是陰極 所以當你要去判斷 哪個是哪一個地方它會產生還原 或哪一個地方會產生氧化 很多的時候就怕它只用陽極跟陰極 這兩個名稱 來做代表 了解我講這件事的一個意思了嗎 所以你要去記的話就是陽極就是氧化 陽極 OK了 好嗎 當我們講完這件事情以後 當我們講完自發性氧化還原以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流的狀況 這個電流就可以被我們拿來運用 被我們拿來運用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概念下面 就產生了所謂電池這個東西出現了 那電池來講 我很快做介紹 電池有一次電池二次電池 但是電池只是讓我們日常生活中間 方便去使用它的電流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整個的氧化還原的重點 在於電流 在於電解跟電流 這才是雅化還原 需要用在我們生活裡面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不是說電池不重要 而是說電池所能夠帶給我們的 這個頂多只是遍地而已 好 一次電池它分成星猛電池跟減猛電池 就是所謂的減電池跟碳星電池 你們平常都叫做碳星電池對不對 各位的特本上面都有碳星電池的結構圖 那個是一個最基本的結構圖 那裡面中間有一根碳棒 外面是一個星的一個罐子 然後裡面呢 有一堆東西 那那一堆東西裡面呢 最主要是綠化氨跟二氧化碼 我們俗稱的蒙粉 蒙粉不是指的金屬 金屬蒙的粉 而是指二氧化碼的 二氧化碼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蒙粉 在工業上要能這麼稱呼 然後 就我所知道 我的單位以前做電池的時候呢 還會加上一點點的綠化氨 那因為 綠化氫 那因為氫會變成氫離子 然後 它加濾化氫以後 可以幫助它整個的一個電池的一個作用 好 這就是 所謂的一次電池 新蒙電池跟解蒙電池 很可惜 我們現在的新蒙電池跟解蒙電池 全部都是 應該都是中國大王做的 好 那以前 郊西那個兵工廠 很可惜沒有法解蒙電池的整個生產線把它建立一下 好 二次電池跟我們就比較有關係了 如果說你家有汽車的話 那汽車裡面有電瓶 那就是所謂的千酸電池 那千酸電池 它主要是千跟二氧化氫 它中間的一個變化 那所謂二次電池就是可以充電的對不對 各位的手機裡面所裝的電池 都是二次電池 都是二次電池 我記得我們比較延期的時候還用BB扣 那BB扣裡面 那個時候只能放那個 新蒙電池 碳系電池 碳系電池有時候不小心 它流湯的話 那整個BB扣就回掉了 好 二次電池 最早的二次電池叫做列格電池 最早的二次電池叫做列格電池 原則上它是長的不是黃色的外表 就是白色的外表 就是一個一個圓圓 那列格電池之所以會被取代 一方面格的污染 比較討厭 所以說有叫做格米聽過嗎 就是那些工業廢水進入到農田裡面去 然後被稻吸收 然後它結碎的時候 如果那個米裡面就彈過 它就變成格米 它是污染的東西 那列格電池最重要的一個毛病 就是它有記憶效應 所謂記憶效應就是說 如果一個電池它有這麼多電 然後你用到這邊以後 你就重新開始充電 然後下一次你用到這邊 習慣性的又重新開始充電 好比說 你晚上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這樣習慣 晚上睡覺的時候 手機就來充電 就沒有 對不對 但是你一天白天的話 只能用到這邊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又能充電 然後第二天又用到這邊 又要睡覺又能充電 然後次數久了以後 它的電池的容量 只到這邊為止 下面的電你用不到 有沒有電 有 但是發不出來 所以說你的電池就變成只有這麼多 那如果說你有改變了你的生活習慣 到這邊你就充電 然後幾次以後呢 它又寄到這個位置 你的電池就變成這麼多 以此類規 如果說你每一次用到這邊你就充電的話 你的電池很快就完蛋了 下面有沒有電 有 但是你用不到 因為它到這邊以後 它又告訴你我沒電了 這下面的電它不給你用 這個叫做記憶 記憶效益 因為列格電池有這樣的記憶效益 所以後來才發展出來列清電池 離清電池 那個電腦 電腦 電腦 筆電 筆電 筆電怎麼樣 就是腳裡面 看它裡面是省電池 原則上現在都是離電池 你看看你們的手機裡面都應該是離電池 現在已經沒有人用列格了 列格也沒有了 列清都沒有了 你現在很難找到離清電池的 現在都是離電池 所以離電池不會 離電池不會 列清離清跟離電池都不會有記憶效益 那為什麼會有一種說法 就是像老師剛剛說的 就是假如你沒有用到快免電在充電的話 那不會就是那個電池的手機 就是它的它的虛電量 虛電池量會變出來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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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列格電池的致命傷 就是因為這樣才會發展出來 列系列跟離系列的電池 這是二次電池的一個簡介 這些東西對於整個的電池或氧化還原來講 第二次電池它一定有自發性的氧化還原反應 因為它可以充電 所以它也可以產生非自發性的氧化還原反應 懂這意思嗎 這就是一次電池跟二次電池中間的差異性 那這個到這邊為止 似乎是比較單純 或者說跟我們生活上面比較有關係的 但實際上氧化還原的應用 是用在電解跟電度上面 好比說我們有很多像蠟金屬 那就可以經過電解而獲得 我們所需要的氧氣 如果說你要從空氣裡面把它分離出來的話 原則上你只能一個單位的空氣 你只能分離出來百分之二十的氧氣 在這樣的狀況下面並不是那麼精進 所以如果說你去把水直接電解的話 它不但可以得到氧氣 也可以得到氧氣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一個東西我們需要把它分解出來 我們可以用電解的方式 最主要的是水的電解 水的電解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得到足夠的氧氣 然後有了這些氧氣以後呢 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另外是有關於電路 這件事情 是在整個氧化還原上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請問陰莫爾電子的電量等於多少 多少部位 物理多度過電圈了嗎 96500酷輪 為什麼說是96500酷輪呢 因為一個電子 1.6乘以10的-19次方酷輪 你乘以6.02乘以10的23次方 大概是96500酷輪 當我們有這個酷輪以後 那有了電量以後 你就可以跟電壓去做換算 對不對 然後有多大的電流或時間 然後這些東西就可以計算出來 在它相關所需要的一個電量 或者是說 當你有多大的電流的時候 知道在這樣大的電流下面 它需要多少時間 可以得到銀墨 好比說 我現在度銀頭 銀加銀墨的電子 它可以變成金屬銀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在這個狀況下面 如果說 你要度一個小時 是60分鐘的話 3600秒 時間都用秒算 對不對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面 你要有1mol的電子 就是96500酷輪 然後3600秒 你就可以算出來它的電流 要度大 對不對 然後得到1mol的銀 這個108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這個度上去 你要度多少東西 就需要有多大的電流 或多長的時間 這就是在電度上面 物理跟化學的結合 了解這個意思嗎 但是請各位放心 沒有人會叫你去做這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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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种金属原则上都是所谓电镀上面的主角 你看到它那些东西量量原则上都是镀镍 头像都是镀镍 是不是?铜像怎么制作这个是镀镍 这个是镀镍的形状 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用模具或用雕刻把它完成的形状以后 然后整个表面我们把石墨粉弄上去 石墨可以倒垫在这边 是不是?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电子从那边过来以后 这里面的铜离子就开始往石墨上面附着 对不对? 然后附着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它就会慢慢越来越厚 等到它的厚度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把它拿出来把它洗干净 请问是不是就是外表这个形状的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会有个洞是没有镀到的 一定会有一个洞 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去加热 然后呢 那这个流出来 然后这就是铜像 所以所有的铜像都是空心的 没有一个铜像是实心的 可以之后再灌 之后再灌进去 哦 你说 你要灌之后再灌铜 不必要 等一下只要看你的外表就好了 那至于说那些铜的雕刻 金属的雕刻 我拿一块铜来做雕刻 那另外并当别论 我们所谓的那些铜像 不管它多大多小 原则上都是空心的 那如果说真的实心的话 它重都重死了 嗯 镀金 跟镀银这两个东西 原则上都是 甚至镀裂 为了要使这样的 电镀 容易进行 尤其是镀金 都要 加这个东西进去 这叫做 呃 呃 轻化蜡 或轻化酱 那这些轻化物是非常非常毒的东西 对不对 哦 那这种东西在我们国家的法令上面 是采总量管制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这个电镀厂 你一个月 只能排出这个东西 到达一定的量 不管你怎么排 当然 你 你当日的排放 一定要合乎它的浓度的规定 但是 除了你 当日排放的东西 你一个月 也只能排放多少 这叫做总量管制 这叫做总量管制 因为怕什么呢 怕就是下大雨的时候 大家就是架水往外 往外 往外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偷盗 那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 毒 而且是难处理的东西 非常难处理 那目前来讲 我们都是把它加上 次氯酸辣 次氯酸辣 去把它氧化掉 用次氯酸辣去处理 因为这是 最便宜的方法 这是最便宜的方法 另外一种 我们是用臭氧 去把它氧化 这是相当昂贵的一种方法 我讲过各位 如果说你使用定书机 超级小刀上面 那个牌子是一只手的 那叫手牌的 手牌 那 这 这一家工厂 使用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大量的方法 非常大量的方法 大到什么程度呢 它各有两个十吨筒子 十吨 十吨是多少 一吨是一千公斤 对不对 一万公斤就是两万公斤 对不对 两万公斤 两万公斤呢 它这里面的浓度是 大于 一万公斤之一 一万公斤也就是说 如果说 按照 等于一个 一万公斤的话 就是 百分之一 对不对 是不是 0.0,0.01就去掉两个0,对不对 所以它这两个桶子里面的氢化物的量 是两百公斤 光是氢化物就有两百公斤 两个桶子 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 就从电镀槽 因为电镀槽的这个液体 配置的药液 只能使用到几次以后就不能再用 所以电镀槽的肺液 是一种高溶度的氢化物 那这种高溶度的氢化物 它们就存存在这两个桶子里面 那还有一种是低溶度的氢化物 什么叫做低溶度的氢化物呢? 就是我这个东西电镀完以后我要不要洗 要水洗对不对? 那个水洗过的水 叫低溶度的氢化物 低溶度的氢化物就是用这个去做处理 所以这种电镀会有这样的一个麻烦出来 镀金跟镀银可以使得一个物件 马上 叫什么? 麻雀遍风 对不对? 一块铅 不值几个钱 但是呢 你镀上一层金以后 那就像金条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这种表面处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铝门窗 都要做所谓的阳极处理 就是说我们的铝键都要放在这个地方 让它表面能够氧化 表面能够氧化 所以说叫做阳极处理 是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铝门窗像这个东西 是铝 但是铝原先绝对不是这个颜色 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怎么来 清光片 你这个绝对刮不下来 你用油性的也洗掉 电镀 对!电镀 它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发射 直接发射 然后使得它铝制品的表面直接可以产生颜色 这些都是电镀所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改变 原则上我是不太想太详细的去讲这电池的东西 因为在整个氧化还原上面来讲 电池只是一个应用 并不是一个重点 重点在于最后的电解跟电路 好 请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各位把课本拿出来 我们勾一些习题 这一张的习题比较简单 就是一题里面 你做大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勾的比较多 因为它其实有很多是同样的一个屏幕 第一题第二题 第四题第五题 第六题第七题第八题 九十十十一十二 十五 二一 二五 二六 二十七的AC 尤其是二十七的AC 这两个化学反应式 是在氧化还原上面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反应式 这也是所有教科书上面 教氧化还原计算所使用的标准反应式 二十八 好 这个就是有关于 十四张氧化还原的部分 最少的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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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指考的范围 那我跟修益老师讨论的结果 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部分 比较完整的跟各位做交代 虽然说你如果指考学策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会出现在学策的范围之内 了解这意思吗 第十六章是有机化学 请各位先翻到第十六章 这一本教科书所讲的有机化学 说真的是蛮简单的东西 所以到时候我会给各位一些讲义 来补充它这里面的东西 当我们讲有机化学的时候 在高中的阶段 有一件事情原则上我们是不讲的 这一件事情原则上在我们高中的阶段是不讲的 所以我只是说把各式各样的有机物 做一个介绍而已 从最简单里国中所读过的纯酸质 然后加上米、全、铜、氨 之所以要讲到氨 因为要讲到氨基酸 讲到氨基酸就要讲到 这个所谓的最后讲到DNA、RNA的那些东西 就核糖核酸或者是说核酸这种东西 那最后就是讲到所谓的生命物质的问题 所以在整个有机化学上面来讲 我们是不讲有机合成 只是让你知道 这叫做 关联机 我们讲有机化学物的时候 最主要是讲关联机 我比较习惯用这两个字来做解释 也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子团 在一个化合物里面的时候 在有机化合物里面的时候 我们称为说 这个东西是属于哪一类的有机化合物 好比说 这个东西就叫做关联机 或者叫公联机 当你看到COOH的时候 这种东西你就知道是什么 酸 那如果说 这个东西 告诉你 就是 纯 对不对 以此类推 所以 这边 我们讲有机化学的时候 是偏重在这个地方 好 只是大概先跟各位讲 我会怎么样来跟各位讲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这一点请问各位有个问题 仰报还原上面请问还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对爱 好 这个 我们对爱 我们对爱 你看高中升考大学照顾 他们的物理化学生物是分开考 我们是合并在一起 他们的化学会考 而且他们考有机合程式 除了A加B会变成什么以外 会变成什么以外 中间所有的条件一起考 这是我们考研究所的题目 我们考化学研究所也不光是考这些东西 他们考大学就是考大学 所以当你要去备一个有机合成的一个反应式的时候 不但要A加B会变成什么东西 而且是在什么条件下面加什么东西 经过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没有这样的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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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怀疑上面还有什么需要 需要再做解释的或说明的里面 好 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进入到第15章的范围 所以讲到反应速率的问题 当我们讲到反应速率的时候 我们比较在乎的是一件事情 你国中所读过的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 你国中所读过的能够影响反应速率因素的 第一个是浓度 再过来是温度 第三个是力度 第四个是催化剂 对不对 这是你国中读过的 溶度越高它反应速率会越快 然后温度越高原理就是让它反应速率越快 然后力度越小它的接触面越大 它反应速率会越快 然后有催化剂 反应速率会加快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影响到反应速率 你刚刚刚讲的 为什么 你是不是接触面积会比较大 然后呢 然后温度就是给它能量 给什么能量 给谁能量 这个反应 嗯 给反应能量 给分整能量 给分整能量 OK 然后 OK 然后 我相信各位国中都没读错 都不对 但问题 各位没有解释的 我们下几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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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对 对 就是 我